這次巴黎奧運台灣的中繼站有三個點 分別是物理治療所、運動中心以及膳食公寓 那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膳食公寓 這次國訓中心特別跟漢點食品合作 把滿滿的台灣家鄉味翻到法國巴黎 而且讓選手天天都可以吃到台灣的家鄉味 聽說現在社會的女團在裡面吃 我們馬上來看看她們吃了哪些好吃的吧 這是番茄燉雞 這個是薑燒豬肉 這是排骨酥湯 跟最厲害的白飯 你最喜歡吃哪一道 我嗎 全部 都很好吃 你們每天都來吃嗎 對 我們每天晚上都會來這邊吃 最喜歡 青菜 因為這邊沒有那種 這邊的菜就是只能肯勝菜在國外 就是很少有這種燙青菜 其實每一道都很喜歡 而且都非常的好吃 還有家鄉的味道 然後吃起來特別的溫潔 今年跟國訓中心有推廣了我們漢點 UK的紅燒牛肉麵 還有加上選手最愛吃的乳肉燥 所有的內容物全部都更改過 每包的重量都全部更改 是給選手適合的食物 有沒有受到一些選手的回饋 會啊 他們每天一早來就會想說 今天晚上要吃什麼餐 要來這邊吃 對啊 因為我們會相當的開心 對 都把我們吃得光光的 暫時公寓距離選手村大概走路約10分鐘的路程 選手除了可以親自到這邊用餐之外 也可以透過手機的APP點餐 這樣就可以得到滿滿的台灣家鄉味 也希望選手們在家鄉味的加持之下 可以拿到好成績喔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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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